今天我要用马铃薯和金针菇做一道家常菜料理 马铃薯是万用的食材 因为它可以煎炒煮炸 在喷润中最具有广泛的应用 马铃薯的口感绵密 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喷润方式 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和质地 马铃薯可以煮熟后作为主食的一个部分 例如马铃薯泥 煮马铃薯片或是马铃薯粒 它也可以切片或切块后炸成薯条 薯片或薯球 味道非常的美味 另外马铃薯还可以用来制作炸薯饼 或马铃薯饼干等等的点心 除了炸还有煮 马铃薯还可以烤或是烘烤 例如烤马铃薯块或是烤马铃薯片 这种喷调方式可以使马铃薯的风味更加的突出 并且增添一点焦香味 就很像最近中秋节的BBQ 我们就拿马铃薯来烧烤 而且马铃薯还可以作为配料加入到各种的菜肴中 像是炒饭、炒面、炒菜、炖菜等等的 它的柔软质地还有中性的口感 使到它非常容易与其他的食材搭配 增添食物的口感还有营养的价值 做菜前下来和大家分享 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新功能 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池巴拉妈 那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 新食谱跟大家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Kissing巴拉妈 看影片之前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哦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的最新影片 那现在就用马铃薯和金针菇做着到舒适料理吧 准备6颗皮薄一点的马铃薯 这种是美国马铃薯 我是在好市多买的 先来给它清洗 放入一茶匙盐 放入水 给它搓洗一下 这种马铃薯通常我不会削皮 所以要把它的外皮洗得干净一点 就是这样子来回的搓洗 每一颗都清洗干净了 现在来去换一次水 把表面的盐水冲掉 马铃薯洗了两遍 把它沥干水分 把马铃薯切成大块状 如果你买到的马铃薯是比较小颗的 就不用切成小块一点 只是这次我买到的马铃薯比较大颗 所以就必须切成小块一点 可以买那个迷你小小颗小小颗的 把马铃薯放入盘中 用电锅针外锅放一杯水 把马铃薯放进来 准备半包的金针菇把根部去掉 我直接连袋子一起切 但是金针菇的袋子我是有事先洗过才来切 今天用半包就好 把金针菇切碎 这次的金针菇我想代替虾米 炒出来会有鲜味 很像虾米的味道 把金针菇放入盘中 小黄瓜准备一条去头去尾 把小黄瓜切一半 我原本要用青椒的 可是今天菜市场没有卖青椒 我就没有齐去全联买青椒 直接用小黄瓜来代替 把小黄瓜切成小钉状 把小黄瓜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红甜椒配色用 所以我选比较小颗的 这是一斤69元 我买这颗称一称才台币10元 给它切一半 低头种子去掉 今天我买的菜比较少 每一样都只买一个 而且青椒 而且红甜椒也只买这么小颗的 卖菜的老板就问我 你是不是一个人吃 今天怎么买那么少 因为有时候配菜 我就不会买的太多 买一颗两颗 足够就好 把红甜椒切成条状 把红甜椒切小丁 把红甜椒放入盘中 红萝卜准备30克 把红萝卜削皮 把红萝卜切下来 把红萝卜切片 把红萝卜排整齐 切条状 把红萝卜换一个方向 切成小钉状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准备10克的姜 把姜切片 切薄一点 姜味比较容易释放出来 把姜放入盘中 先来调个酱汁 两汤匙酱油 半汤匙纯素味淋 一汤匙豆瓣酱 白胡椒粉1茶匙 二砂糖1茶匙 香油1茶匙 把所有调味料拌匀 先把酱料调起来 等一下在料理的时候 就比较快速 可以了 马铃薯蒸熟了 取一颗马铃薯把它压扁 马铃薯很烫 拿的时候要小心 它蒸完 已经是很软的状态 所以压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压烂了 移动的时候 要用刀子刮 这样子比较方便移开 不然很容易黏在砧板上 这个用带皮的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肉比较不容易被压分开 马铃薯的肉 可以黏在皮上面 锅内放入多一点的油 把马铃薯一个一个放进来煎 差不多煎了两分钟左右 来看一下有没有变成金黄色 差不多可以了 给它翻面 再继续让它煎 我又再煎了两分钟左右 第二面也变成金黄色 可以关火起锅了 可以了 可以起锅 用回原锅 再放入一点油 放入姜片炒香 姜大约略炒一下 现在放入金蒸菇 趕快翻炒 把金蒸菇的鲜味炒出来 让它呈现一点蛋黄色 持续的炒 炒到现在 有变成金黄色 现在放入红萝卜 趕快翻炒 稍微来回炒个十几下 现在放入红甜椒 继续翻炒 略炒一下 把刚刚调好的酱料放进来 趕快翻炒 可以再加点水 来回翻炒个几下 现在放入小黄瓜 炒一炒 现在放入一点点姜泥 这是连金他们家的苦茶油姜泥 放一点进来提升风味 炒一炒 现在放入一点点姜泥 这是连金他们家的苦茶油姜泥 这是连金他们家的苦茶油姜泥 让它整个香味激发出来 煮到最后这样子大滚了 再让它持续烧大约30秒左右 现在可以起锅了 来试吃马铃薯料理 刚刚把马铃薯煎成两面都金黄色的时候 就觉得一定很香 已经蒸的很绵软了 再煎一煎 表层的焦香味 很好吃 很迷人的味道 马铃薯本身就是很好吃的一个食物 它吸满这个酱汁更香更美味 好下饭喔 这酱香味很香 加上有用金蒸菇去给它爆香 整个酱汁都充满了金蒸菇的那种鲜味 小黄瓜这次煮的比较软一点 如果大家要脆口的话 最后最后再放下去 好吃 把铃薯这样子煎一煎呢 也可以再撒一点胡椒盐 这样子干干的也很香喔 如果要下饭的话就要煮酱汁淋上去 这种带皮马铃薯很好吃 皮薄薄的煎得很香 美味 有种薯条的味道 越吃越耍脆 一口煎一口的 小朋友会很喜欢 我们家人都很爱吃马铃薯 那天中秋节BBQ 我们切片马铃薯煎一煎 用素烤肉这样煎一煎 小朋友就很喜欢吃了 大家都在等马铃薯 可是马铃薯用这样子煎烤的方式很慢熟 所以他们很耐心等了很久 终于吃到烤好的马铃薯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 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 最终Facebook还有IG 我们现在到料理见 拜拜 这个吸满酱汁的一定好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